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有一个女子在顿水旁边洗衣服 突然有一根三节大的竹子飘过来 还传来小孩的哭声 她赶紧捞起竹子并剖开 发现里头竟然是一个小男孩 开心的将她抱回家照顾 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仅相貌出众 财学与武艺齐备 后来还成为夜郎的国王 并以竹为自己的姓氏 夜郎在汉朝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国土很小 人口也不多 这位国王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土 以为夜郎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国家 有一天 夜郎国王带部下去巡视国境 国王指着前方问 这个世界还有比夜郎更大的国家吗 部下们为了讨国王的欢心 齐声说 当然没有 夜郎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 走着走着 一群人来到了山边 国王望着前方的高山问 天底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吗 部下们回答说 当然没有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座山更高的山了 后来 一群人走到河边 国王又骄傲的说 我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长的河川了 部下们仍然异口同声的回答 大王说的一点都没错 从此以后 无知的国王就更相信 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 直到有一天 汉朝派使者来到夜郎 骄傲又无知的国王 因为不知道自己统治的国家 只与汉朝的一个县差不多大 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的问使者 汉朝和我的国家 哪一个大 使者听了笑着说 夜郎和汉朝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汉朝有好几十个县 而夜郎的国土还比不上汉朝的一个县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大呢 夜郎国王听得目瞪口呆 满蓝脸羞愧 惊讶到不敢相信 后来的人就根据这个故事 比喻人对自己太有自信 不知衡量自己的能力 所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指墙中更有墙中手 劝大家不能骄傲自大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和夜郎国王一样 活在自己的世界 因为见识短浅 而看不起其他人 这样的心态需要反省和改变 才能提升自己的学问与能力 小朋友 听完夜郎自大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就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这个故事的源起是 夜郎国王不曾离开自己的国土 以为夜郎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在过程中 汉朝使者让夜郎国王明白 夜郎国土还比不上汉朝的一个线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人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而骄傲自满 要把眼光放远 才能提升自己的学问和能力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夜郎自大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夜郎国王 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拥有 世界最大的国家呢 如果有人因为骄傲自大而看不起你 你的心情会是如何 要怎么让大家看到你的优点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夜郎自大 是比喻一个人见识短浅 骄傲自大 主要是用在傲慢狂妄的情况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夜郎自大可以怎么使用吧 要避免夜郎自大的毛病 就得扩大视野 学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 外头高手多的是 你只是校内的冠军 出赛时 千万不能夜郎自大 掉以轻心 与夜郎自大相似的成语友 旁若无人 目空一切 相反的成语友 虚怀弱骨 韬光养晦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